我来给大家讲讲 乒乓球握盘左侧 因为大家都发左侧拳比较多一点 正常握盘掐住虎口中间 这样不偏正也不偏反 当我们要开始发球的时候 虎口向上移动 这是正常打球的握盘 当我要发左侧拳的时候 虎口向上移动 虎口掐住底板 好多人都这么握 这就没有制动了 虎口掐住底板 大拇指和食指 按压底板 两指呈上扬状态 就是这样 往斜上方掐住底板 这关键点来了 虎口掐住 我们在这个手指 拳起这个手指的时候 很多人这几指用不上力 一旦用不上力之后 你的所有发力点难点就太大了 所以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大家仔细看我 中指 无名指 顶住球盘 能看清吧 中指 无名指 顶住球盘 很多人都这么握 这种发力 这种摩擦 浪费了两个手指 请我们 拍面也会很晃 制动也不会很好 浪费了两只手指 所以中指跟 无名指 顶住球盘 仔细看看 顶住了 然后引盘 加速的时候 这两指 顶住我们的整个球盘的手柄 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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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的发力点 一 两指 二 中指 无名指 三 虎口 虎口 大拇指 食指 虎口 中指 无名指 千万别浪费 你中指和无名指 顶住以后 你手掌的力 就传导上去了 手掌的力 就传导了 非常重要 它手指的一个 传导 因为它乒乓球 它发球动作结构特别小 触球这一下 全都得靠手指的一个按劲 就像掐人似的 它动作小 但它疼 贼疼 贼疼 一掐一个大子领子 是不是 它特别疼 就是按劲 寸劲 爆发力 这一下手指对拍子的传导 就至关重要了 我们再给球友们看一下纸板 发球前 手指别扣太紧 稍微微张 放松 正面 背面 横板 正面 背面 侧面 侧面 左侧拳和下远球这么握行 勾手发球不是这么握的 然后 虎口掐紧 虎口掐紧 好不好 至关重要的 啊